好吧 我們就開始今天要講的 今天課程 我們今天主要講的是 如何去做Band Structure 跟Density of Stake 透過VASP 首先在講如何做這個計算之前 首先要對材料有一些了解 知道Band Structure跟Density of Stake的含義 材料 現在的材料 不快乎就是這幾種分類 零維、一維、二維、三維 沒有四維材料這種東西 所以以零維來說 就是Cluster或Molecule這種 在真空環境下 它的維度並沒有周期性的結構 它就是沒有 它在任何一個維度都是沒有周期性的 零維材料的話 就是在某一個方向是有周期性 二維就是兩個方向有周期性 三維材料就是三個方向都有周期性 我們現在講的都是Crystal Structure 零維材料來說 但最明顯的最好的例子就是水 水分子Polycule系列的 就是所謂的零維的材料 像水這個你可以輕易的在網路上找到一些水的性質 包括它的劍角是104.5度 它的劍長是多少 那水會形成Diple Moment 跟氫之間會有Diple 那Cluster部分呢 13顆 如果你任何一個例子 包括金屬例子或是非金屬例子 當它們聚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就叫它Cluster 越聚越大的時候 可能從13顆 然後變55顆 再來越大147顆 309顆 這是很有名的所謂的Icohesion結構 總共有12面體 我們的台灣部分好像 我們這邊就不開視訊了 這樣子網路會承受不了 我們可以看到你的臉就好 可以嗎 也是可以啊 等一下要分享螢幕 看得到嗎 看到嗎 有看到螢幕嗎 好 那我繼續囉 好 剛才講到說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要講 怎麼透過VASP去做Band Structure 跟Density of State 在講如何做Band Structure Density of State之前呢 先分析一下說材料的分類 因為不同的分類可能做法會有一些些的不同 所以材料主要我們可以分成0維、1維、2維跟3維 0維的材料當然就是 所謂的Cluster或是Molecule 最有名的例子當然就是水分子 Molecule的 你可以輕易的在網路上查到說 Molecule的所有Information 包括了鍵長、鍵角 或者是它的Diple moment是多少 那Cluster部分就是你任何 不管是Metal或是Insulate的 任何一個Element聚在一起的 我們都會叫它做Cluster 從小的最小單位 最小單位 某些元素是13顆或是最小的 這是所謂的Magic Number 就是它總 像Sodian 像一些少數的金屬分子 它們最小單位 以為一定會形成13顆的Cluster 那你越聚越大的時候 55顆或147顆、309顆 都會形成所謂的Cluster材料 這個叫做 上面這個圖是所謂的Aquahedral結構 也就是12面體 它有12個面 那在講這個Molecule的時候 我們知道在學化學的時候 會這樣分析 就是說我今天如果有一個氧 氧原子跟兩個氫原子 氧原子的能階是2S、2P、3個2P 氫原子是兩個S軌域 所以當我兩個氧原子跟氫原子 形成水的時候 會間接會所謂的Hybrid 會混成 也就是S軌域呢 會跟S軌域混成 S軌域會跟 那時候會形成 Bounding state跟Anti-Bounding state 那P軌域也會跟S軌域混成 一個P再到一個S 形成Bounding、Anti-Bounding 或是有各式各樣的混層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在水分子的能階上面 水分子喔 這個左邊這個是氧原子 右邊是氫原子 中間是形成水分子之後的水分子能階 最低的是2A1 A1這個是Symmetry的代號 然後再來是1B2、2A1、1B1、3A1、2B2 這分別都是它們Symmetry的代號 那水分子總共有8個電子 在填電子的時候 就會從最下面開始填 根據暴力不相容原理 它每兩個電子 spin-out、spin-down 會填一個能階 所以你可以看到能階會填到1B1這裡 總共有8個電子 那這裡可以分別看到所有的 Orbit 在分子的世界裡面 我們就知道 這個就是Orbit Molecule Orbital A1的Molecule Orbital 如果你去分析它的Way Function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是長這個樣子 因為它是兩個S軌域混成的 所以氧是提供S軌域 氫也是提供S軌域 它們混在一起就會變成一個球 那 第二D的State B2 就會形成這個樣子 這是Way Function 所以你會看到 Positive跟Negative 那這個就是它的Symmetry 這是B2的Symmetry 那我們這裡不講Symmetry Group Symmetry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這邊就不升體 我們只看一下它的長相而已 那第三 第三個Molecule Orbital 第四個 第五個 第六個 所以在分子的世界裡面 我們稱為這個是MO 每一個Molecule Orbital 那你MO 這個是分子 對分子來說 如果 在Soly State的時候 因為你不只是一顆原子 你是有很多很多很多個原子 組合在一起的 所以它每個能界 會不停的變多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而且會分裂 之後就會變成是一個能界的形狀 也就是當你小小的原子 只有13個的時候 當你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形成一個Bug 或是不管是二維 一維 或是三維材料 都會變成能界 所以意思就是說 在分子的世界裡的 這個所謂的Molecule Orbital 能到Soly State來講 就是我們的所有State 不同的State 它其實兩個是互相對應的 只是一個是 一個是Soly 所以這裡要先有這個概念 後面我們在講Band Structure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理解 所以這個能帶 對應到的分子 就是分子的能界 是類似的道理 這是能帶的 簡單來說 能帶就是可以這樣子去理解 因此 在形成三維結構的時候 像這個例子 是一個晶 的Bug 晶的Bug 我們知道它是一個FCC結構 如果我們用 Conventional 表示方式 我們就可以寫成 100,010跟001 三個Lative Vector 形成一個 像一個骰子般的 結構 然後每一個Corner有原子 每一個Face 上面也有一個原子 所以形成FCC結構 那你去查Wiki的話 你可以輕易的找到說 FCC的 那個Recipical Space的 它的 Zone要怎麼畫 你可以看到它畫出來就是這個形狀 這個是 Ireducible Zone 因此我們在做能帶分析的時候 只要把這個 這個區域的 能帶算出來 就可以知道全部的能帶 因為 最小不可分割的區域 整個Briani Zone 白色的部分 是可以從這個 Ireducible Zone 去透過Simer去衍生出來的 OK 所以這一點要記得 在做能帶的時候 第一個條件 那你要知道 你的Reanzone是長什麼樣 你才會去分析這個能階 sorry 是能帶 分析能帶 固體的分析能帶 就是像分子的分析能階 是類似的道理 OK 所以這是 這個是 基因的Buck的例子 當然 這個是conventional cell 我們計算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會 從這邊開始 我們會去用 Primitive cell Primitive cell 你可以在Solid state的教科書名 都可以查到它的結構 是這種 這種形態 0 1 1 1 2 1 0 1 1 2 1 0 在Primitive cell裡面 原子就有一顆 如果是 Primitive cell的話 就會有四顆 Primitive cell 才是 最小單位原 在做計算的時候 通常都會 以最小單位原 去做計算 在一般來說 沒有特殊的目的情況下 會用這個結構來做 OK 那 最音道的Breanzone 還是這個樣子 不管它是長什麼樣子 因為它本身 它金就是一個FCC結構 的 Pini cell 一定會 形成這樣的Breanzone 可以透過手算 根據 A.B等於2pi 這個規則 可以 把它的Breanzone 全部畫出來 OK 所以這是 Buck的部分 這三維材料 這三維材料 Sorry Buck當然 你 這是這個比較難理解 就是說 到底怎麼從 從這樣的 Pini cell 變成這種 奇奇怪怪的 Breanzone 的結構 A.A.ius 也就是一個A.B.B. 這種Square 也不同 長方形的結構 你可以看到 它的ร 알고 就像個一樣 就是我們之前有講過 在其實 R inv好 lagi RBC 就變得越短 所以你可以看 這個結構д C是很長的 當它轉換到 那個 Acilcome 在Asthorobic的Brand Zone的時候,它的C軸是短,長度是剛好成反比 所以這個是你在做Brand Zone的時候可以去做一些檢查 也就是你可以從你的Latest的長短,然後畫出你的Brand Zone 你可以判斷說你畫出來是對還是錯的 所以應該看到,在這樣的Asthorobic的Brand Zone裡面 它的最小的Reusual Zone就是這一塊 你可以想像一下這一塊是它的八分之一的位置 所以另外七個位置都可以從這一塊去reproduce 出現 這是在Buckers的時候的材料的Brand Zone跟它的特性 如果轉換到二維的材料的話 最有名的當然是Surface或是Slab Slab就是比較小的Surface 當你的層後越來越多的時候它就叫做Surface 小的層,層後很小的時候我們有時候會叫它Surface而已 不過在計算的時候我們不可能把層後變得非常大 這個有很多原因限制住包括你的計算條件啊 包括你的CPU的速度啊,Memory的大小啊 都沒辦法讓你真實的模擬一個很厚很厚的Surface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用一個合理的小的Slab來模擬Surface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這是一個Silicon111的Surface 它是一個ABC-Staking 你可以看到說當這個很小的Slab 可是我們要做Surface模擬的時候 我們當然會做一些限制 也就是我們會把下面幾層的原子固定在Buck的parameter 也就是buck的長度跟buck的角度 會把原子固定不動 上面的原子是允許讓它做realization的 那以這樣的做法 可以讓我們透過有限的大小 去模擬無限大的Service Slick111 那你可以看到說這個是一個 標準的2x2的Slick111Service 我把最上面的原子做了一個highlight 你可以看到它是 每走兩個latest vector就可以periodic到自己 所以這是一個2x2 你可以看到說在這個例子 其實是同一個厚度 但是它的周期性就不一樣了 從這裡到這邊 你可以看到它是 它的走的根號三分之一 走的根號三的長度 才會repeat到自己 所以根號三的長度會repeat到自己 所以這樣的表面我們稱為2x3 兩個 根號三根號三 那一樣往上 從這裡到這裡也是根號三 根號三 所以這樣的表面叫2x3 這樣的表面叫做2x2 如果你的表面 通常叫做 就不會叫unicell unicell是最小的 所以是one by one 當有人說這是unicell的時候 你就知道它一定是one by one 那如果它不是one by one 就一定是supercell 不管是supercell 或是unicell 它的 那個 轉換到breon zone的時候 他們的 他們的 breon zone的形狀 會是一樣的 但是大小會變 要謹記著 real space越大越長的 方向的長度 到reducible zone的時候 都會變得很短 他們兩個是成反比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像這樣 2x2的 surface 在real space 跟 2√3x2√3的surface 我們如果去看到breon zone的話 我這裡沒有畫 這種的breon zone 一定會比這個breon zone更小 所以我需要的k點就更少 所以當你 你sale越大 你的k點就越小 所以這是表面的例子 那當然一維的話 就是所謂的slican narrow wire 只有在某一個方向是有周期性的 另外其他的方向是沒有周期性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一個一個很像 雜草般的 就是 有名的slican narrow wire 結構 所以當你知道這些材料的分類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去做 Band Structure跟Density of State 怎麼做呢 這邊要在做這個Band Structure Density of State之前 要謹記的一些 先決條件 第一個 你當然 這是不管任何計算 你都必須要記得的 謹記在心的 就是你一定要做一個converged test 計算參數必須要converged 也就是說 k point跟ng curve 是要在一個合理 什麼叫合理的認為 就是說 理論上 k point越大越好 k point越大越好 是 能夠無限大就無限大 可是 當然我們的資源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不可能把這兩個參數 真的調到無限大 因此我們必須要看說 我cult of energy要大到多少 我關注的性質才不會變化 還有k point的simple要大到多少 我關注的性質才不會變化 我這邊要強調的是 我們要看的只是我們關注的性質 比方說我今天要算的是 Formation energy 是 total energy 什麼 跟energy有關的 我當然是說 我必須要把cult of k21 調到大到我的energy不會變化為之 意思就是說 其實你在計算的時候 這兩個參數會讓你的能量 總能是會有變化的 所以你必須要把這個值 做一個手動測試 當它大到什麼程度 或是k point大到什麼程度 能量才會變化 同樣的 如果你今天做的是 band gap的研究 也是要把 cult of energy跟k point 調整到適當的 這裡之所以這樣說 是因為不同的 你的 physical property 它可能需要的 cult of energy跟k point 會不太一樣 以總能來說 它的converge的速度 是遠快於其他的特性的 所以 做任何計算 都還是先檢查一下 你的 這兩個參數 是否converge converge不代表 精不精準 是跟你的poca 跟你的其他條件有關 跟你考慮的計算的parameter 是有關 但收斂歸收斂 收斂是計算本身的收斂 不是代表計算會準 所以這兩個觀念必須要釐清 不要把它搞混 所以這是做任何計算 不管是band structure 還是其他的計算 都必須要先做的 再來第二個當然也是一樣的 之前都有講 DFT是ground state的calculation 所以你必須要把你 建出來的結構 做一個optimalization 然後得到的structure 才能做你後面的 那個電子結構性質 你的分析 最後呢 做band structure的時候 你需要知道 你的physical zone 是長什麼樣子 就是說你的 reducible zone 是長什麼樣子 你需要知道你的kpass路徑 才能夠去做這些計算 OK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vasp 他官網提供的example 我們先稍微看一下他的example 那後面有我自己的example 可以秀給大家看 他example的時候 就用最簡單的fcc的silicon silicon 這個我們都知道 他是一個diamond structure fcc並不會在常溫下存在 但是因為原子數比較少 所以在範例裡面 vasp的範例 他是用fcc的silicon 來當範例 他講了fcc的silicon 的結構 怎麼一開始的 這個on-state calculation 參數的測試 但是他沒有做參數測試 他直接用了一些 枯燥的參數 他示範能做bancity of state banc structure 意思像是 就是所謂的 cubidiamond的silicon 就是我們在常溫常溫下 看到的silicon 是屬這個cubidiamond structure 所以在他的範例裡面 你可以看到說他在fcc的silicon的時候 他提供的postcard就是一個fcc的結構 你看到fcc就是剛才說的 教科書都可以找到 在fcc的primitive sale裡面 原子只有一顆 silicon的lady constant 3.9 實際上他應該是5點多 但是因為他是在primitive sale 所以只剩下3.9 這是有一個更號2的比 音卡的部分 也選用了最簡單的音卡 並沒有做任何的調整 但是一個非常粗糙的計算 可是已經可以給我們很合理的一些趨勢了 clif用240 預設值應該是190還是多少 所以要只是略大一點點 kpoint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他是用一個N by N by N 所以我們知道 silicon大概是0.5 x 2.9 這個長度大概是1.8 sorry 對1.8的angstrong 所以你要記得 對於insulate 有band gap的system 你可以有一個粗略的 所謂的經驗法則說 我大概 兩個angstrong就必須要用10個k點 或者說10個angstrong 我必須要用兩個k點 這是對insulate的一個粗略的估計 如果你今天是metal的話 那你的kpoint就必須要更多 更多 那這邊就沒有經驗法 因為不同的metal可能需要的kpoint的數量會不同 主要是因為 metal的fermi surface那附近 需要更多的k點才能把整個fermi surface描述得清楚 所以如果是insulate或semiconductor的話 它在fermi surface那部分 它是一個gap system 所以它並沒有 它在fermi level的部分並不是continue的 它不用那麼多的k點 就可以算出正確的 andstr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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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所以這是它預設在 vasp的範例裡面 它使用的三個殘酸 pockout 這邊就沒有寫 不管是LDHGA都沒關係 所以它第一個動作是 做一個structure optimization的動作 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網頁裡面 你會看到它提供的sure screen 這是一個 簡單的sure screen 它做一個長度從3.5 做到4.3 然後把pulsca變化 sLadyVector LadyConstant的部分 是這個forI 這個長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 做了很多個不同的LadyConstant 算它的能量 最後把能量解出來 存到summary.fcc裡面去 所以計算的結果就立在這裡 一樣你可以在這網頁上看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能量的變化 當你把能量變化 畫出來 透過qplot 就是標準的Linux當中 會有的詞例 或者是用XMGrace 或者是Excel也都沒關係 你可以把這個能量 對它的體積的變化 這邊用的是LadyConstant的變化 畫出來 Y軸是能量 X軸是LadyConstant 你可以發覺說3.9的部分 能量是最低的 所以我們可以下的結論就是說 在這樣的參數下 記得是這樣的計算參數下 3.9是 3.9是 Silicon的LadyConstant FCC的Silicon 所以我們知道了 這個GroundState Structure 這個LadyConstant 是3.9之後 就可以做Density of State 跟Band Structure計算 在做Density of State的時候 必須要有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 把你的K點 達多 然後這K點 根本是11 11 11 做Structural Optimization 就已經足夠了 可是你要記得 這個Density of State 必須要用更多的K點 才能夠得到它的 精準的Density of State 什麼是Density of State 等一下後面會再講更詳細一點 那 音音卡的部分要記得 是用透過 iSmile等於Fu去算 iSmile等於Fu 表示的是它在 KPoint Sampling的方法不一樣 這個iSmile等於Fu 可以讓你用少量的K點 就可以得到更準確的 更高效率的KPoint Sampling 得到更精準的結果 這個步驟 你必須要先做一個 所謂的 一個Electronic Loop的 Self Consistent 計算 目的是得到Charge卡 到Charge卡之後 你再把這個Charge卡 拿去給第二個步驟 就是算Density of State 像這時候K點 要用 一樣的21 x 21 x 21 的K點 然後在 K點卡的部分也是一樣 只是它 重點是要你要把 其實我這邊也有加 重點是要把 Orbital等於11 輸出 寫下來 它就會輸出一個叫 Pro卡的檔案 那最後你就可以 可以透過這樣的檔案 去畫 Density of State OK 我前面 我現在 我的做法是先教你們怎麼做 那後面會講解 到底你們在做什麼 所以你要先記得是 兩個步驟 不管是做Density of State 或是Band Structure 都是兩個步驟 一個步驟 都是為了得到 好的Charge卡 Charge卡之後 我再去做 我後面想要 做的任何計算 OK 所以這邊是一個 粗略的說一下 他們的 製程是如何 你可以看到在 它的官網上提供了 這樣的做法之後 它可以把 得到的結果 主要得到的結果是 它是用 Vasp Round這個檔案 你在第二個步驟得到的 Vasp Round 你可以給這個 P4Vasp P4Vasp 是 一個軟體 它是一個非常 陽春 非常小的一個軟體 你可以把它讀進去之後 它就會幫你 做出一個Density of State 然後可以做一些調整 或者是 像在官網上 它也提供了說 它也提供了一個小的 AWK的程式 你可以 Copy這個AWK程式 貼上去 然後 產生一個檔案 去執行它 它也會幫你 透過Gnuplatte 畫出Density of State 你可以看到 兩個結果一定是 一模 Pass Around 結果 用 Gnuplatte 還有AWK去得到的 結果是一樣 當然 這結果當然是一樣 因為它 在AWK裡面 也是透過Vasp Round 也是去讀Vasp Round 這個檔案 內容 去做Density of State 看一下 好 那 這個是在官網上 介紹的 這是在 官網上介紹 如何做 Density of State 接下來它是 介紹如何做Band Structure 你看它的做法 其實一樣 第一個步驟還是做 Structure Optimization 然後得到 你得到一個好的 Charge Card之後 你第二個步驟 你就去 第二個步驟 一樣 我們得到Charge Card之後 我們可以 去做Band Structure 這個計算 音卡的部分 其實跟Density of State 的音卡 是一樣的 Postcard是一樣的 K Point 就不一樣 Band Structure 我們 剛才講的 我們關心的是 Recipital Space 就是所謂 Band Structure裡面的 紅線的這個區域 我們知道 紅線區域的能量分布 我們就可以知道 整個 整個 Band Structure裡面的 所以你在做 所以你在做 這個計算的時候 理論上 你會把 所有的 點 都去做 就是 紅線的能量 都必須要算出來 所謂的 high symmetry point L.gamma.k.w.x. 你必須要做一個 像一個一筆畫的動作 L走到gamma 走到x 走到u 走到L 再畫下來 到k 到gamma 你要想一下 如何一筆畫畫完 或是用一個 最短的路徑把它畫完 你用很長的路徑也是 也是沒有關係 只要 重點是 你必須要把 全部的路徑畫完 才是 才能夠描繪出 整個reducible zone的能量 在這裡 為什麼我們只看這個 線的部分 而不看這個 這個紅色區塊裡面 的k點得到的能量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 大部分的物理特性 都會在 這些high symmetry裡面 顯示出來 我們不會特意去看 裡面的k點 是因為 性質都呈現在 高對勝點上面 要記得 不是說 裡面的k點不重要 而是說 大部分的機率 會落在high symmetry 上面 少數特殊的 要 的話 它的 它 我們關心的性質 就不會在high symmetry 這是 只有少數的特例 我剛才講的所謂的 我們關注的 鬼性質呢 就是指的是像 CBN 就是 Conduction Band Minima 或者是 VBN Valance Band Maxima 也就是填滿的 最高態 跟 未填滿的 最低態 因為這兩個性質 我們可以決定出 像 Band Gap 像 它的 什麼什麼 Affirmity 都是在這些 這些CBN VBN上面 出現的 CBN VBN 絕大部分 在絕大部分材料 都是在這些 這些 high symmetry 點上面 所以要記得這些 這些 重點 所以 你看它這個 在 VNT上 它也把FCC的pens 列出來給你看 從Gamma X 走完 所以我們就 我們就看一下 WASP給的例子 你可以看到說 它只有走了一小段 走到G G到X X到U 然後 U 直接跳到K 到G 你剛剛說 為什麼它只走這麼小 就可以 就可以結束了 因為 我剛才強調的 重要的物理特性 是在這些 high symmetry上面 呈現 但我們不知道 在哪一個high symmetry 可能是在 γ點 大部分都在γ點 有可能在L點 那這邊 VASP他已經做過 所以他知道 最重要的點 就是在γ點 所以他就不用做全部 只要做部分 雖然我不知道他外面會怎麼做K到G 也是要看G點的特性 點 γ點 就是 CBN 跟VBN 的地方 呃 呃 不能這麼說 應該 因為這個 Silic可能是一個 interact-band-gap 所以他其實 只有 VBN是在γ CBN並不在γ OK 總之他就 就只走了這麼小小的一段路 所以你把這樣的input file 然後把 開始第一步算出來的charge card 可以到第二步 讓VASP去讀charge card 喔 所以這邊我剛好講 VASP去讀charge card的重要的parameter 是在這裡的iCharge等於11 要加這個tag之後 VASP就會去 在你的目錄下 找說有沒有charge card 有的話他會把charge card讀進來 把這個charge card呢 裡面的charge density 當作他的initial gas wave function 去算 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是 他不用tri wave function 他得到比較精確的結果 第二個好處就是 他的效率 他一開始不是用猜的 在效率上也會變快 或者是精準 還有效率上會變快 所以 這個是在 不管做density of state 或是band structure 都會需要加這個參數 他才會去讀charge card 那 同樣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給了這個參數 沒有給charge card的時候 VASP就不會讓你 他會跟你說 他找不到charge card 就會停止下來 那這個是為了產生 一個特殊的檔案 他會講到 什麼產生結果 然後接著看他的範例 他就用 一樣使用p4vasp 去讀vasp run.xml 去把它畫出來 那這是silicon的band structure 那這邊是 在這裡 那畫起來是很奇怪的東西 看到的silicon 因為這是fcc的silicon 所以你沒有看到band gap 畫出來是一個 metal的 姿勢的silicon 是一個metal的 property 如果是 對於一個 cubid diamond的silicon的話 那結構是長這個樣子 一個unicell會有兩顆silicon 一開始做Structural Optimization 你可以找到一個Charge Card 那你也可以再做增加低點 讓你得到更好的Charge Card 去做Band Steel State 或是Band Structure 同樣的在這個範例裡面 它也是先走一下 要確定這個Minimize的Lady Constance是多少 在這裡你看到 剛才看到的是3.9 這裡看到的是5.5 是因為它的UniCell 從原本剛才的CC結構 變成那個Tuby Diamond的結構 這樣Lady Constance變小一點 是一個更好的東西 所以一樣算出來能量 算出來能量 它後面其實還有很多的性質 包括像金屬的Nicol是Liquid Silicone Graphy不過這邊就我們就不講 它主要的還是很簡單的教你 比方說如何算Liquid Liquid這是在新版Vasper有的一些特殊功能 Graphy的取出State 還有DMG 所以我們今天講到的只有到這個 Graphons Cupid Diamond的Silic Graphy的Graphy 是它的Dance of Stake Graphy的Graphy Graphy的Graphy 所以這裡如果是一個 Graphy的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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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計算的時候 我們通常都會把00 是Shift到Fermi Level 或者說Fermi Level會Shift到00 這樣講才比較進去 所以 跟它BandGraph在這邊 那這裡就是 Valence Band Maxima 電子會從下面往上填 然後這裡就不會再往上填 上面都是空Band 下面是Occupied State Unoccupied State 所以你有了這樣的Band Structure 你就可以知道說BandGraph就好了 在這邊可以看到說 最高的 你看它說 最高的佔據台 就是所謂的 Valence Band Maxima 跟最低 你可以看到 Occupied State 最低的應該在這裡 這個是CBN Conduction Band Minima 所以BandGraph的定義 就是CBN跟VBN之間 的差距 這個就是BandGraph 所以以這個例子來講 因為CBN跟VBN 它在不同的K點上面 所以我們稱為這樣的材料 是Indirect BandGraph的材料 如果CBN跟VBN落在同一個點 假如都落在Gamma點的話 就是Direct BandGraph BandGraph的材料 這就是你在BandStructure 可以得到的一些特性 還有你可以如果去算 CBN或是VBN的曲率變化的話 你可以算出Fermin Velocity 那你還可以透過一些 你也可以從這裡得到一些 熱力血性 這裡我們就不講太多的延伸 主要是 先學會如何畫出這個 這個BandStructure就可以了 好的 Density of State 等下會再繼續 講更詳細 所以這裡是你可以在 VASP官網上 學習到的一些東西 關於Density of State跟BandStructure 對我來說 當然也可以照上面的做法 但是上面有一些 有一些缺點 就是比方說你用VASP Run 然後寫一定要 如果你用VASP Run去做BandStructure 或是Density of State的話 你一定得用P for VASP 或者是你必須要自己寫程式 去讀這個VASP Run XNL 那這個檔案是又臭又長 那你要去做分析的時候 其實還蠻麻煩的 而且它只能得到 能量跟K點的關係 沒有辦法得到一些 更進階的訊息 所以我個人其實不是很 喜歡用這個檔案 所以接下來我會講說 如果 如果 有沒有別種方式 可以去做BandStructure 跟Density of State 那一樣回到 在K點的事實上 這個 先講一下 這些K點要怎麼得到 我們都是直接給你訊息 工法上也不會交代這個事情 所以我要跟你說明一下 這個K點要知道它的座標是多少 方法有三種 第一個 你可以自己去算 因為你知道Lady Constant 你知道你的 Silicon Lady Constant 三個Vector 別是多少 然後 你可以透過A.B等於2排 所以你可以 去手動去算 把B 三個B軸 算出來 B1 B2 B3 算出來 手動去畫 然後 UniCell 跟它的Priotic的空間 去做切面 就可以這樣切出來 這個很奇怪的形狀 那最後 因為你知道整個座標軸的位置 你就可以算出所有點 當然 這個 這是非常大的工程 所以 在數學上是可以這樣推導出來的 第二種方法是 用XCristian 他們有利的網址 你可以去下載它 它有Linux版本 跟Sigwin版本 Sigwin版本 就是在Windows上的版本 你可以把它裝上去 然後 透過 XCristian 你可以把你的結構Postca 轉換成 XCristian 可以讀的 XSF. 然後 把它讀進去之後 就可以 得到這些點 這是第二種方法 但它這個 比較麻煩的是 你必須要把Postca 轉換成 XCristian 能夠讀的 XSF. 它才能夠 讀進去 才能幫你把 表現這種畫出來 才能讓你飆到這些點 第三種做法是 透過一個 網頁式的 這是去年才出現的網頁 可以 把你的結構放進來 然後它就跟你說 這些K點的 位置是多少 示範 給你看 這三個做法 那第一個做法 我不會示範給你看 這是 太難 數學很累 所以 這裡我們先看一下 先打開 ZigWin 因為我這邊是Windows環境 所以我必須要 用ZigWin才能使用 XCris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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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XCristian 算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工具 對於你在做固態計算的時候 雖然它的圖形介面並不是非常的漂亮 但是它可以做一些Band的分析 還有做Fermic Surface 還有一些很特殊的功能 是經驗軟體辦不到的 所以你可以這次XCreateStand的官網 你可以透過Download去把它下載下來 它的跨Linux版跟Siglin版本 最新版本1.5 MacOS的版本 Siglin的版本 Siglin就是Windows的版本 那你要裝這個Siglin版本 就是你必須要在你的Windows先裝Siglin 才能使用這個版本 那來這邊看一下 到 OK 這裡我準備了一個Postcard 雖然很不清楚 不過它就是一個Silicon的Postcard 我透過我自己寫的一個程式 可以把它轉換成 我透過我自己寫的一個程式 可以把它轉換成 可以把它轉換成 原本的Postcard 轉換成 XSF檔 那其實相當的不清楚 不過你可以看到它其實是一個很小的檔案 它主要是 像是把LativeVector寫出來 在PrimityCell ConventionalCell 寫出來之後 把LativeVector的位置寫出來 所以當你有了這樣的檔案之後 你就可以把這個產生的檔案 透過XCreateStand 打開 看這很奇怪 這是1.600 OK 所以這是一個 Silicon 它是跟 海邊畫的是一模一樣 那這裡你可以看到 這邊多了三顆 其實它是在 Sell的外面 所以其實你Unicell裡面 只會有看到一顆而已 所以是兩顆 咦?我這個 哦 知道為什麼 嗯 哦 對 是兩顆 這是兩顆 所以沒有錯 一顆兩顆 每一個角落會有一顆 然後在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的位置 還會有另外一顆 所以你看到結構之後 你就可以這裡有個Tool Detail Path Selection 它就會幫你把 Breand Zone畫出來 Primitive的Breand Zone 那你就可以去點 比方說這一點 是Gamma 那剛才 看到的 就 像這個L點 L點就是在這個 六面體的 面心中間 這個 Selection 它是由六面體 跟四面體 組成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六面體 中心 像說 這一點 這一個 這個就是六面體的中心 0.5 0.0 那對應到這邊來看 這L點 0.5 0.5 0.5 當然它點的是另外一個L點 因為你有 總共會有 1 2 3 3 4 5 6 7 8 八個六面體 跟 六個四面體 所以每一個 面心都會有它對應的位置 但你可以找這個八個六面體裡面 找到其中某一個L點 就是 這裡標出來的 0.5 0.5 0.5 你可以 你可以先從Wiki Wiki有幫你列出 所有的 UniCell 的 Brain Zone 的長相 那它的重要的點 是哪些點 是它的Symmetry Point 那你知道這些Symmetry Point 之後 你就會透過 X-Create Stand 它的座標標出來 你看 所有的座標都可以從那邊出現 然後 知道這個座標 就可以導入 VASPR 跑入VASPR去算 所以 第二種方法 透過X-Create Stand 第三種方法 是更簡單一點 它就是直接 用這個網址去做 直接 用到這個網址 就有看到說 人家把你的結構上傳 就會幫你算 你的Brain Zone 跟Symmetry Point 所以它提供了 它支援 Content Express 或VASPR 或是X-Create Stand 的FORMATE 它還支援 Dust Tab 或是一些 SYZ CrystalInformation File 那這裡你會選擇 它上傳的檔案 這個地方 Postcard 然後Silicon 這裡要記得把它選成 VASPR 它 就會幫你算 Gray Enzo 把所有的 點都列出來 不過要注意的就是 做研究當然 你不能完全相信它 它算出來之後 你還是 它給出來的訊息 你必須還是要套 自己的判斷 去知道它 對還是錯 這裡要 左邊 右邊是 結構圖 OK Silicon 顆原子 在一個UniSell裡面 左邊 這個就是 Bree Enzo Bree Enzo 跟剛才我們看到的 Bree Enzo 都是一模一樣的 當然 這裡我也不知道它為什麼 它的 W點會有兩個 兩個 你看到這個 W2 跟W1 可能在 在 它的性質上會不太一樣 或者是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這個會有兩個 我們可以看到它這邊列出來的 A2 A2 Vector 然後 在 Bee Enzo裡面 B1 B2 B3 就是A1 A2 A3 所有的K點 Label是多少 它都跟你講 它記得這些Label呢 是 原因 不明 其實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它為什麼這樣叫 但 似乎是在固態課本上 它對每一個結構有一個特殊的命名方法 這命名都是靠希臘文君 Gamma 這是很久以前物理流傳下來的 實際上原因 為什麼這個點叫K點呢 大概是前人留下來的訊息 但是要記得是 這裡的K 是 0.375 0.375 0.75 跟其他結構的K 見得是同一個座標 而且每一個結構它有自己的 這個signature point跟它自己的命名 所以 只能說 這裡的K 就是這個座標 這裡的X 是0.500 0.50 0.50 0.5 會有 八個一模一樣的X點 這裡 這邊還有一個很貼心的講 signastic pass 走費 全部走完 非常 方便的一個網站 讓你知道你的K點的分佈 所以 有了K點分佈 你就可以根據這些K點分佈 去做你的Band Structure計算 也就是 可以得到我們最重要的Electronic Structure 可以在做Band Structure 計算的時候 我當然選用這樣的寫法是比較好的 就是 你的每一個位數 你寫多少 最好是你寫到十位數以後 因為剛才你可以看到說 VASP的Example 它其實是一個很粗略的計算 所以它用一個非常簡單的 0.5就是0.5 實際上這並不是一個好的習慣 習慣上應該要給一個 十位 八位 或者八位以後 OK 然後 音卡的部分比較好 但你可以最好加一些 到 Any different 必須要小意思的-6 然後 algo 用一個合理的數字 然後說 normal 或快 這是牽涉到你在 做occupation的時候 電子的 用什麼樣的operating去做 反正這不會影響你的結果 會影響你的效率 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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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 有沒有spin 那我這邊故意開了spin 實際上不會有 不會有任何影響 Silicon是沒有spin的 i7-3 一開始就用大一點 21x21x21x21 你就可以把 Silicon的 structure做一個optimization 之後呢 要怎麼 怎麼畫 pain structure 那 vasp 它是用 vasp的官網上面的範例 是用vasp run.xml 你看到vasp run.xml 裡面它的檔案內容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其中有一段 就是像這樣單 字很小 不過大概就是它這邊有第幾個band 第幾個k spin多少 能量的分佈 能量 最低的ground state 然後 Second 什麼 什麼 Second oyster state 然後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這邊是occupation 因為兩個Silicon Silicon有四個架電子 所以總共是有八個架電子 一個 能接能填兩個電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從 這邊填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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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是spin out spin down 所以這是spin out的部分 只會看到1 如果你是沒有spin的計算 你會看到2 一樣 第二個k點 第三k點 一直列出來 很長很長很長 不是很容易處理 至少對我來說 我是很喜歡用這個檔案去做 因為你也只能得到能量 跟occupation 就這麼多了 這是你做 spin structure 的其中一個選擇 或者 你當然也可以從 奧卡裡面看到 我們上一次 課程也有講奧卡 有所有的資訊 包括你的 formin level在哪裡 那這個formin level的位置 你一樣也可以在 vasp run裡面找到 在奧卡裡面 你可以看到 spin 一個spin component1 它會先列出spin up的訊息 之後再列出spin down的訊息 這是第一個k點 k點的坐標 然後第一個k點的 連接分佈 第一個能接 第二個能接 第三個能接 所以你一樣 這是silicon的case 所以它會填到第四個 因為這是spin on的部分 spin down也會填到第四個 總共18個電子 這樣是多少 那你一樣也可以用 eigenvalue 去跨這些東西 因為 eigenvalue也會有能量的訊息 一二三四 一到十二個能接 那是多少 這是spin up跟spin down 把它呈現的方式不同 最後是我個人比較喜歡 是這種pro卡 去做band structure 它的好處是 它一樣也是做出了 多少的k點 多少的band 然後多少的ion 那訊息比較完整一點 第一個band的能量是多少 在這裡你可以看到它的差異性 就是在 它會把兩個silicon 它的s軌域 p軌域 d軌域 分別的貢獻度都列出來給你 這是total的貢獻度 所以你可以從pro卡得到更詳細的訊息 不只是 點跟能量而已 像vasp run 也只要kate跟能量 那在pro卡裡面 你還可以得到 每一個原子 它的貢獻度多少 你可以在 透過這樣的訊息 可以知道說 你這樣的band structure 哪一條band 一個原子 所貢獻出來的 這對於我們在找 像service state 或defest state 或是一些特殊的state 的時候 很有幫助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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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卡去畫我們的 band structure 當然我有提供程式 之後 練習的時候 也可以直接用那個程式去做 所以接著 第一個步驟 把 結構optimize完之後呢 第二個步驟就是 做 來給特定的kpass 然後去算band structure 這裡要注意的是 在做band structure計算的時候 因為你只需要做一步就好 你不用做 self consistent 所以你要必須把 nsw 0 讓它不要再 self consistent isf等於2 那因為剛才isf等於3 是因為 把它optimize structure 這裡不用optimize structure 我可以把它改回2 或是我 2 它原本是3 其實不會影響你的計算 因為你這裡已經有一個 nsw等於0 並不會做optimization的工作 接著 iCharge等於11 這剛才講過的 你必須要給這個take 它都會讀charge card lorbital等於10 這裡就是 lorbital等於10 的目的就是要產生 pro card 你需要給這個take 它才會產生pro card 或者default它vasp 是不會給你這個檔案 這裡 你可以去看它的menu 它其實有很多很多 可以選 包括2 2 1 2 10 11 12 它部分我們會用10 因為10的話可以輸出 x詭異p詭異d詭異每個原子 如果你想更細部的知道 像x詭異pxpypz 1的話有毀譽dx平方dxz dxz dx平方-y平方 什麼 5 如果你想要更細部的資訊 的話 必須要給lorbital等於11 那才會給出 所以這是pro card的部分 k的部分 這樣我就follow the puzzbell的example 從l到g g到x v到u 你點的部分再跳回到g 走的部份其實是L 從這裡開始到G,G到X,X到U U點的部份因為沒辦法再連回到Gamma點 這一段就等於這一段 儘管U跟K是幾乎等效的 可能它實際上還是不完全一樣 所以它看起來是洋蔭都是在六面體的點上面 但實際上它的性質是不太一樣 所以U點到K點是不連續的 K點到Gamma點是最後要算的 這不是一定的要這樣做 而是說我們應該要思考的是 我們的性質會落在哪裡 我們去做那一段結構的計算就好了 當然這是一個矛盾的問題 我們還沒做我們當然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我們必須要全部做了 我們才知道我們的性質在哪裡 那最後我們要呈現給大家看的時候 就只秀那個重要的部分就好了 OK所以這是K點的部分 根據這樣的計算呢 你就可以看到這是我説出來的結果 如果從7EV到-15EV 你看到第一條Band 第二條Band 三條Band 第四條Band 它是DegenerState 所以這邊其實應該是有四條 這邊有四條 從X到U的時候 你會看到有四條 因為這是Silicon的 Primitive Sale 兩顆Silicon Silicon有四個加電子 總共八個加電子 兩個加電子填一個Band 它一定會有四個Band 這一樣你在做出來Band Structure的時候 你可以很粗略的檢查說 你的計算是正確還是錯誤的 它畫到你的Fermi Level以下 一定會有四條Band 你做出來沒有四條Band 就是你一定做錯的 是五條或是三條都是錯的 那你可能在這裡看到只有三條 就知道說它一定有人是DegenerState 就是這裡其實不是一條 它是兩條 錯的話應該這個是DegenerState 二三四 這個是在Gamma點 Gamma點的二三四是DegenerState 那Gamma點 Gamma點你看 Gamma點的話就看到一條 一個點兩個點 只有兩個點 所以這個點是一個 TripleA的DegenerState 三重減幣 這個沒有減幣 所以另外這兩個 這個是二重減幣 這個沒有減幣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三條Band 三條Band 這邊可以看到四條Band 所以這個Band Structure基本上 它的特性是正確的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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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一下 CBN CBN 這裡Gamma CBN 大概在這個位置 它並不是在X或是Gamma 它不是在Symmetry Point 的地方 就是剛好就是 這個這個這個 Silicon這個Case就是 它的CBN是落在X跟Gamma的中間 就是為什麼 就是為什麼我要算這一條 大部分的物理性質 除非 大部分的物理性質 是落在Symmetry Point 如果不是落在Symmetry Point 也會落在這些 紅線的部分 更少數的例子 會落在不是紅線的部分 這裡我就沒有再提到 那應該要再以這個Symmetry Point 的範例來講 是 它一樣呈現 Interact Band的 可行 那這邊呢 你可以看到說 我其實只畫到U點 我沒有再往後畫 因為這是技術上的關係 等一下會示範一次給你看 如果繼續畫下去 會發生什麼事 因為這個U到K並不是連續的 所以它在處理上比較麻煩一點 但如果你是用那個Vasper Run的話 可能就沒有問題 這是根據 設計上的Run 這種 Pasper Run 它的程式設計上不同 所以 知道的結果會不太容易 這個 這個結果畫完之後 我當然也可以說 我把整個 Vasper Run走一遍 K到L K到S 到U L 每一條都畫出來 你可以看到整個 Vasper Run 就是說 紅線的部分 就是 長這個樣子 CBM VBM 都在Gamma 所以 當我在做這個 Silicon的Electronic Structure 的研究的時候 根本 就是會 不在乎後面這一塊 它根本沒有提供CBM 或是其他的特性 在做 很多研究的時候 我們會只挑選 我們想看的 除非那個材料是未知的 會把整個 不良任重做出來給大家看 否則 在這些 像Silicon這種 已知材料 我們永遠都知道 VBM 一定在Gamma等的話 我們只會畫一個小區域 即可 一樣 你可以看CBM 可能在 還是一樣 錄在這裡 但是在X到Gamma X到Gamma中間 不會在其他的位置上面 所以 所以 所有的 應該說 有趣的物理現象 就是落在這個區域 其他的 只是 只是 正面 OK 所以 這是Band Structure 那 一樣 你可以還是可以去檢查一下 是不是都會有 四條Band 這一定要有四條Band 這四條Band 就麻煩 再來是Daste of State 這裡 Band Structure 可能 大概會比較好理解 因為Band Structure 這個Band的概念 就是 這裡剛才提到的 當你的 材料 原子數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新生 的時候 能階分布 就會從原本的 只有 離散的 一條一條一條 能階會變成 很大 有很多很密集的能階 連在一起 就會變成一個能道 中間可能會沒有 這個能量可能就沒有 沒有 沒有State在這裡 沒有State在這邊 所以 一樣還是State State的概念就是 類似 科學的概念 不同的能階 或不同的 電子分佈 這個WayFunction其實就是 電子的分佈 冰道其實就是 Charge Density Distribution 所以還是回到 這個概念來看 你就可以知道說 Band Structu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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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的就是 在這個兩顆Silicon上面 總共會有 四種State 那我沒有 沒有把它畫出來 可是我們知道 它一定會有四種State 這四種State 代表就是有 電子 這個 它的總共八個架 喜歡有 四種不同的 排列方式 這個 一樣對應到 就是 Mo0 在Goutet上面 有稱為State 稱為 M0 所以 什麼叫做Density of State Density of State 就是 State的Density 就是 不同的能量 有不同的State 那你可以看到說 Band Structure 這邊是能量分佈 每個能量 像這裡 這個能量 這裡就沒有State 有到後面就有State 在-8的時候 所以它的State 只有在 這一區域 這個區域有 這裡又沒有State 又有State 比方說-11V好了 -11V 這幾個K點 都沒有State 到這個K點又State 再過來又沒State 到這裡有State 所以 每一個能量 它其實 它擁有的State 的數量 是不一樣的 我們在看 Band Structure 主要還是要看 Band Gap 你可以參觀看 每次要看 Band Gap 就要把這些 全部畫出來 是非常累的 也就是你必須要把 整個路徑 對於一個位置材料 你必須要把整個路徑 都描述出來 你才知道說 VBN在這裡 CBN在這裡 那如果我們能夠 如果知道 橫向的State 分佈 對於上 縱向能量的分佈 我們只要知道 State的分佈 我們就可以直接 得到Band Gap 就不需要畫 這個 Structure 所以 講了半天就是說 Density of State 其實就是State的Density 每一個 State Density的分佈 因此 對應到這個 Density of State 我們在畫的時候 YX軸就是能量 每一個能量有多少State 你可以從這個圖上去看到 因此 在 在 一步一步講的話 其實就是 像 這個樣子 不同的K點 K1 K2 K3 K4 一直叫KN 在一個Band Structure的時候 每一個K 會有 能量分佈 比如說這裡有兩個的畫 這邊有三個 這邊有四個 這裡有N個 當然我這樣畫是不太合理的 它實際上應該 在Fermi Level以下 會有數量的State 每一個K點 都一定要 數量State 可能是Digital State 可能不是Digital State 可是這個數量是固定的 這邊我就不畫了 叫KN 然後在做Density of State的時候 就是把每一個 量 Y軸是能量 能量 在某個區間的時候 我就算那個 State的 數量 比如說在這裡 你看一二三四 在這個State的話 這邊還有五個 一二三四五 至少五個 在這個能量分佈的話 只有兩個 在這個能量分佈就會有三個 所以你在不同的能量分佈區域 你可以得到你的State的數量 可以知道說這個State的Density 在這個能量範圍上是多少 因此你可以去做冷加 所以你可以簡單去算 去Count這些State 當然你在Count這個State的時候 你算出來的結果就會是一個很尖的 一條一條線 其實你在分析上是非常困難的 而且這並不合理 就是說 Structure它形成 你在原子數量很多的時候 應該會形成一個能量 是形成能階 實際上在這些數量 它應該是要有Continue的分佈 是一個Sharp的Peak 所以這只是一個很粗略的模型 可以算先Count這些State 然後去畫的話會長這個樣子 實際上我們在做的時候 會直接畫這個數量 而會是透過一個 Caution Smearing的方式 這個能量 這個能量附近的能階的數量 然後跟其他能量去做 去考慮它的Waiting 然後去做它的Caution Smearing Caution Smearing 這是一個標準的Caution function 你可以知道說 有個I不見了 應該是Density of I 等於Epsilon減到Epsilon I 所以你必須要去考慮其他的State 的分佈 然後乘上它的Waiting 才會畫出像這個樣子的圖 所以你只要K點能量的範圍 取得夠密 描述出來的State 就會越完整 如果你取得很粗糙的結果 當然你還是可以得到一個結果 但是你可能會 因為有些能量範圍的State 你就會誤判 就是該有State的部分 沒有State 他就會得到錯誤的分析 所以在做Band Structure 跟Band Structure 我們通常就會把它畫成 像這個樣子 左邊是Band Structure Band Structure Band Structure 一樣Fermin Level 會Align到同一個地方 就是0點的部分是Fermin Level 這裡會有 從Band Structure 會看到Band Gap在這裡 一樣 Density of State 你也可以看到一個Band Gap 這裡是沒有State的 這邊有很多State 這裡有很多State 你可以看到說 這邊的State 看起來特別少 的確在這裡 Band Structure 也可以看到說 這裡的State 相對其他能量範圍來說 是比較少的 那一樣 在這邊的Peak比較少 所以這邊有很大的空 下面有比較多 那你剛剛說 這裡 這裡 這個Density of State 它考慮的 就不是單純的在 這個Symmetry Point上面 或是Symmetry的 就是Symmetry的 K-Pass上面 Band Structure描述的是 這個K-Pass上面 的能量分佈 Density of State是描述整個 這個 Use-Postone 所有的K點 的能量分佈 所以可以知道說 這兩個計算 其實是 他們是兄弟倆 他們的性質是很像 只是一個 一個是描述的是 邊外圍的 邊點跟線的能量分佈 大部分的物理性質 就在這裡出現 Density of State 是整個其他 點跟線之外 也有包含點根線的 資訊 那還有內部的資訊 也都可以從 Density of State 去得到 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在做Density of State 的時候需要 更密的K點 更密才能夠把 你的整個 Reduce-Postone的所有的 性質都算片 所以這裡就是 就是這樣 因此 完全為止就結束了 所以我這邊會直接示範一次 整個計算的 是怎麼做 好 好 這是我們的Server 我是用我的 con進去做 所以在 有一個昨天簡單 試了一下的範例 那我們 做一個 額外的目錄 在這個目錄裡面 是空的 所以我們這時候要準備 剛才講的 Silicon的幾個implifier 畫了Postcard 偷懶一下 直接copy Postcard 一行是 common lady constant lady vector silicon 兩顆 幾個性質 可以在0,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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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的位置 那一樣 copy 櫻卡 看一下 櫻卡的部分 剛才講的 一個是 common i smell等於0 這個是 就是 研究你是 metal or ice insulator 你會有不同的 i smell sigma sigma 理論上是越小越好 現在用一個合理的小 因為你越小 得到的數量 得到的結果越精準 但是你算起來 會更難收斂 所以 要有一個合理小的數字 人質 假設 就是 to Fast 參數 所以這是一個 從這個參數 人就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 structure optimization 因爲你ais f等於3 表示你的三個方向 都是 允許 它的 做optimized Kpoint copy過來 Kpoint用21x21x21 然後 把 pocca copy過來 看一下 我們叫Polka 這是一個PBE的Polka Silicon Silicon PBE Violence Electron有四個 所以兩個Silicon就有八個電子 Job 扣過來 然後把Job送上去 現在可以 你可以看到說這個是計算出來的結果 我們算這個大概只要一分鐘 算完 大概二十年代這個東西 算完之後就是一篇Paper 就可以 Structural畫出來就結束了 那年代你可能算這個計算 你可能要花一個小時 或是幾個小時 但現在 在我們的談話過程 它可能已經 算了很多步了 我看一下 在你計算的過程的時候 你可以透過GRIP LOO Alka 你可以知道它的每一個電子部 花的時間 你可以根據這個時間去估算 到 花多久的時間 你看它每一個電子部 大概就花的是四秒到五秒 在這裡 你看看為什麼它會有兩個時間 一個是CPU Time 一個是Real Time CPU Time 就是它 CPU真正在運算的時間 Real Time是把CPU算的時間 跟 資料在Memory之間的傳遞 還有在Hot Disk之間的傳遞 也考慮進來 所以 CPU Time always是小於 Real Time 但是 這兩個時間理論上是不會差太多 所以我剛才講的CPU Time 只有CPU 考慮 CPU Time是所有其他的硬體的部分 硬碟 Memory 傳遞的都考慮進來的話 如果 CPU Time 是遠大於CPU Time的話 表示你的計算 可能有一些 Trouble 可能你的硬碟轉速過慢 可能你的硬碟有問題 可能是你Nog跟Nog之間的傳遞速度很慢 才會造成後面的時間 是遠大於前面的時間 實際上你看到的 你在做計算的過程 你都要注意說 這兩個時間 最多差個一秒 就已經是很勉強 一般都是在零點幾秒 這是你檢查你的計算的其中一個Trick 也有可能發生說 你在前一個人在做計算的時候 可能他的Job不正常死亡 他Job其實還在那個Nog裡面 也會造成你的 不會有兩邊的明顯差別 OK 然後根據今天來講說 FASP在做計算的時候 通常第一個Trony Loop 所以大概需要20到30個Trony Loop 之後FASP就會 速度會越來越快 所以你可以看 現在在我們講話過程上 應該已經算完了 OK 他已經算完了 你看他從這裡開始 這邊就是前面的Eletrony Loop 大概有十幾個吧 之後就是這個Loop加 就是Ioni Loop的時間 這個時間基本上就是上面的時間 來加而已 然後你可以看到第二次 他進入第二個Ioni Loop的時候 他Eletrony Loop的數量 就明顯比原本的少很多 然後第三步結束 這時候你的計算已經完成了 如何知道你的計算完成呢 可以tale一下你的Alka 如果他最後有時間 就表示完成 如果沒有時間的話 這一定是問題 所以這也是User Time 總共花了70秒 那就是剛才所謂的Realtime的累加 所以你看每一個Eletrony Loop 都會有一點點的時間損失 所以最後的時間總共損失了 直近30秒 22秒 在IO傳輸或是Memory傳輸上面 OK 然後 OK 這是一個結構的計算 所以你Post卡算完之後 你可以得到你的Kan卡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原本給的是0.5 乘以5 5.43 用Ultimize之後 他的結構稍微大了一點點 從0.5變成0.5032... 一個數字 所以這個LadyConstant 就是你 Silicon得到LadyConstant 你可以把這個數字 乘上 這個數字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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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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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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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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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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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7 7 9 5 6 7 6 6 6 7 7 7 8 8 5 6 6 7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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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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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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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9 9 8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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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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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裏是點一條path的K點選用數量 這邊要記得開LineMode LineMode的話 Masker就會知道說你下面的K點是 某個區間某個區間某個區間的K點 LineMode 然後這個Recipical 就是我後面的點是在RecipicalSpace的 點 Yes 如果你這裏是可以換成別的數 另外一個function 就是說用Cartition Coding 我們不太會去使用這個數量 這樣做法 因為這樣子會把自己搞得更麻煩 因為你所有在Wiki上面 在教科書上面查到的都是Recipical的資訊 如果你特意在用Cartition的話 你要再重新再轉換一次才可以 那最後就是L點的座標 L到G 這是一個path 記得G點 這裡到G點結束之後 下一個開始也是G點到X 這樣就知道這是一個區間 你畫出來的線就是連續的 L到G G跟G可以連接起來 然後到X X到U U或K 這裡你可以看到我故意把 這個點並不是上面的U點 我們可以看一下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最後再回到G點 OK 那準備好這樣的Job之後 送出去 好 Job再用力動作 那我們另一方面去準備Density of State 一樣吧 Charge Card Job 這個Core Core K Point 找Density of State去 這裡 Density of State的音卡 然後就從NuCore 到11 Core Core 所以這裡 全部檔案基本上跟你剛才的Optimization是一樣的 除了你的音卡會有一點點不同 這個音卡 如果你用Diff這個 看的話 它其實跟Dent Structure是一模一樣的 也就是 它必須要去讀 你之前準備好的Charge Density 去算 第一次當然是說 你如果今天不準備Charge Density 它能不能算 答案是可以的 它還是可以算 它只是 它一開始就用TriV function 去做這個 這樣的分比算 算出來的結果 就比較沒有這麼精準 所以這個Charge Card的目的 只是為了讓它得到精準的結果 不是絕對必要的條件 是 較好的選擇 只能這麼說 是 是建議的選項 所以有的這些東西 你就一樣把它送出去 這樣談話過程 Bend Structure已經算完了 Bend Structure做完了 那怎麼樣知道做完的呢 就是配合一下奧卡 就是R有時間 16秒 相當的快 步驟只有3秒 3秒 做好這個之後呢 我要 畫Bend Structure 所以我就把一些 需要的檔案 Copy到某個地方 因為這個程式是我自己寫的 所以我 設定上就是需要這四個檔案 需要知道K-Point 因為要K-Point才比較好 知道它的K-Path 怎麼走 奧卡 奧卡 奧卡才有一些能量 有一些簡單的資訊 所以從奧卡拿 奧卡 奧卡需要知道結構 結構才能 去 算它的 B1 B2 B3 你才可以去畫那個 因為 這個 Bend Structure 這個是一個三維的點 跟點之間的能量 提供 實際上你在畫的時候 不會 沒辦法畫三維 就是有三個方向 你必須要把三維 轉換成一維 所以 需要去做一些計算 如何把三維 轉換成一維 這是Post來用 最後PROCA 就是我剛才講的PROCA 非常棒 然後他可以知道 X軌域 P軌域 原子 不同軌域的分佈 好 這時候 準備好之後 就執行 這個之後 你們的需要 都可以提供給你 Fortune 它其實是一個 需要 而已 加Fortune 就是 所以 如果你有興趣去看 內容的話 這個 oh sorry 不是這個 and PROCA 它其實是一個 sure scre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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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 sure screen 裡面有一些小的 function 去做一些判斷 然後 產生Fortune檔案 然後再用Fortune去 去算 因為Fortune比較好 在數值上處理比較 這些都看不到 太亮了 那內容 它是在產生一個 Fortune檔 然後透過Fortune檔 去 去算 Advanced Structures 而且最後還可以幫你 把結果 輸出 總之它 還不錯用 所以當你在執行這個 程式的時候 它就會 這個 就會跟你講一些事情 Infile是這四個檔案 Fermi level 它會從奧卡裡面 抓出Fermi level的位置 並且會算 你看 Ruspical Space B1 B2 B2 B3 再會看一下說 這個是不是 要的東西 列出Homo在哪裡 第五十個K點 第幾個Ban Fermi level是多少 它的總共 Occupation是多少 Lumo 你可以看到 52 因為我們是 每五十個點 是一個high symmetry point 所以52 絕對不是在 symmetry point上面 你可以從這邊 就可以知道說 它發生什麼事了 然後這個 你可以看到說 N-band是3 但有點怪 為什麼是3 為什麼不是4 因為它應該是 Homo應該是最高達的 這實際上是說明的它是 General State 3跟4是degenerate 所以 這邊程式只是要 正常3 實際上 3跟4是一樣的 Lumo是在第五個Ban 就是非常合理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些資訊 所以第一個 Input Fermi level 你可以 你可以用這個Fermi level 你可以用其他的Fermi level Fermi level就是 這個 之所以設計在這邊 可以填Fermi level 就是讓你可以 自由的 調整你的Ban structure 有時候呢 Ban structure的需求會 像 這個例子 當然我們是把Fermi level 我是直接 讀那個VASC的Fermi level 原來畫出來的是在 TBM的位置 實際上對於這種 Insulate的話 Gap在裡面 Fermi level可以存在 可以定義為 這個Gap裡面的 任何一個位置 都叫做Fermi level Fermi level的定義是 電子能夠填到 最高的State 這是在沒有 沒有溫度下 如果有溫度下的時候 應該是電子出現 機率是二分之一的 電子 所以這裡有一些 很嚴謹的 物體物理的定義 實際上 這個Fermi level 通常是存在於 Metal system 在Insulate上 比較不會有 這個說法 因為如果是 你照這個Fermi level 定義去討論 Insulate的話 它一定就是 VBM 其實沒什麼好講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在 對於Insulate 並沒有一個嚴謹的 Fermi level定義 你可以定義 一般在 就我所知 對實驗的人而言 他們喜歡定義在 BBM跟CBM的中間 叫做Fermi level VASP算出來 基本上 Fermi level會是在CBM 但不是一定 基本上是這樣的 它會跟Sigma有關於 Sigma 我們上次有講到 那是entropy 雖然是假的entropy 但實際上它也是 從我程度上 有類似entropy 有點溫度的 效應在裡面 Anyway 總之在這裡 我們就給它一個 Roughly的數字吧 等一下可以再看到底 不同的數字 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這邊會問你說 你要畫的是 哪裡到哪裡 剛才的 這個範例 我做的是 從-15到7 能量範圍 可以給 第一個選項是 給能量範圍 第二個是給 BEN的難度 你可以看到 這是第一條BEN 第二條BEN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到七 你可以用BEN 當作你的Constraint 你可以用能量當作你的Constraint 所以在這裡 我們用能量 一般都是用能量比較方便 這個BEN 是很少很少數的特例 才會需要它 所以 給完 所以我要用能量當範圍的時候 就要給能量範圍 -12到6 這裡你可以寫6到-12 或是-12到6 結果是一樣的 所以 你要 Project BEN Structure 你在這裡可以做一個 Projection 就是我剛才一直強調的 Rocca的好處是 它可以 知道 OBITOR 的 那個 Contribution 所以 一般來說 如果0的話 就是 我就是把結果 project到 S 詭域 P詭域 D詭域 就結束了 不做任何其他事情了 可是如果你今天要做的是 那個 每一個原子的分析的話 需要選 像這個四個可能沒什麼好選 四個可能只有兩個 而且它又是兩顆 一顆是Silicon 另外一顆 還是Silicon 那麼沒辦法分辨誰是誰 但如果你今天系統有很多很多種不同原子的時候 你如果你想要知道 某原子的貢獻是多少 就可以在這裡做 做選項 第一個是選擇一顆原子 有時候會需要選一顆原子 如果想要知道某一顆特定原子的貢獻 那第二個是選擇一群原子 一群原子 是指它是一個Continue的分佈 比方說我想看原子第八顆到第25顆 那你就選擇2 然後之後會是哪一個區間 你就寫8到20 如果你今天要什麼 100到130也是一樣用2 如果是一個連續分佈的話 如果你今天很不幸的 你的Post卡設計不好 原子設計 原子的分佈並不是連續的 也就是我今天要看的是第8顆 第12顆 第31顆 第125顆 我只要看這4顆 這些4顆的順序並不是連續的時候 你就要用第三個選項 OK那你就必須要輸入每一個原子的 例子 在這邊就沒那麼麻煩 我只要選擇0就好 然後這個程式就會說 你這個Kpoint總共有4個區間 第一個區間是 如果畫成 從三維畫到二維的話 它的長度就是 0到0.9957 這個長度是沒有二拍的 沒有考慮LadyConstant 跟沒有考慮二拍 剛才講的 A.B等於二拍 所以如果你要去算長度的話 實際上你應該要把二拍跟A 算進來 我這邊秀出來的是 沒有考慮這個 沒有把這兩個常數項 考慮進來的 第二個Section 就會從0.9957到2.14 三個Section 14到2.55 2.55到4.47 比如這邊 等會看到會 這裡會出現一些trouble 剛才講的K點是不連續的 K點L到G是連續 G1連G G到X X連X X到U U 另外一邊是K到G 並不是連續的線 所以你在做畫圖的時候 你會發覺後面這一段 會出現一些奇怪的現象 最後 他會問你說 不要把Section 那你要畫哪個Section 這有4個可以選 全畫吧 可以只畫第一個 或第二個 或第三個 或第四個 全畫 那你有沒有想要做其他的事情 有一些 隱藏的事情可以做 理論上用N就結束了 可是我們可以看一下 有什麼其他的事情可以做 他說 他不要separate 你會換一個H band 這裡畫Band的時候 是比畫畫完的 從這裡 線的分布是 大大畫到這邊來 再畫過來 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它會連上去 再連過來 從左到右 又到左 到右 到右 這樣子畫上去 這是一比畫畫完的Band by default,他輸出來的結果就是這樣一筆畫的畫出來 有時候當然也是一些特殊情況下 你不需要把Band 想要讓他上色還是幹嘛的 你會把每一個Band都獨自的畫出來 差別也許我們等一下可以示範一次 但這部分我就不要 要separate所有的Band 要不要把圖力加多 因為我剛才講的 在這裡我是用50 每一個區間是用50個K點 所以它是相當的密畫出來的線是相當的平滑的 可是在有時候你可能要做一些 數的計算的時候 計算量會變得非常的重 你沒辦法用很 用15點或10點的時候 你只能能 人微的去加一些 用一個內插法 兩個點之間多加一個點 所以最後一個功能就是在這個情況下會需要 但我們這裡不用 所以回答No 然後這個程式有趣的地方就是它做完之後 finish 它會變出一些parameter之後 它可以直接幫你畫圖出來 但這個圖 就牽涉到我一開始template是什麼設定的 所以我一開始設定是2到2而已 所以畫起來很醜 對吧 當然這個條件還是 你必須要有xmgrace 這是這樣程式才能去呼叫xmgrace 幫你 這裡 把它畫成 12 6 4 4 7 每一個間隔是兩個 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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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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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看到這個圖 是不是跟這個結果是一樣的 至少在l到gamma到x到u是一樣的 當然這個也是設定上的問題 你可以自己在後續去做一條整 至少在這一段是一樣的 可是後面你會看到說 這裡翻這裡怎麼會有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跑拿來的 就是我剛才講的 它因為 由這一點到這一點 是不連續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把它做點分佈的話 我把這個curve就是第一個curve 如果把每個點畫出來給你看 就會發覺這一段其實 它跳點 這只是程式上設計的問題 所以對這種不連續的 不連續分佈的k點的話 在我的程式上面會有一點點trouble 所以必須要做後面的一些微調 所以anyway這個就可以做完 做結束了 那這個球的分佈就是在 剛才說到說 如果我今天要做projection 首先如果系統是 是兩種元素 我想要看A元素的分佈 我就可以把A元素的分佈 透過這個方式去取出來 在畫球的時候 就可以用不同顏色 去畫那個 不同元素的分佈 你看到說 也許這上面這條band 都是紅色 是屬於A元素的貢獻 下面這條band 就是 綠色是B元素的分佈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哪一條band 是哪一個元素的貢獻 就可以知道說 VPN或CBN是哪個元素 是主要的提供者 這band structure的部分 所以透過這個 這樣的做法是非常方便的 那一樣當然 有時候這個對談式 其實還蠻浪費時間 你可以把它寫在一個檔案 你剛才要回答的答案 寫在一個檔案 直接以後就可以直接為你 包括像這個 Apoint 這個 這個回答是 FermiLevel 第二個回答1 第三個回答-16 比方說 81V 然後回答0 回答0 回答N 這是幾個答案 先把答案寫好 然後透過這個程式 這樣的動作 你把答案為給程式 就不用 這個好處是 你可以把你的 你做過什麼事情 有一個紀錄 你可以知道說 我上次在做這個band structure計算的時候 我用的FermiLevel是多少 我畫的能量範圍是多少 不然你用對談式的去寫的話 你最後就不知道你自己的數字是多少 所以我們可以玩一下說 像這個shift 像這個你可以看到 這是FASPER給出來的 FermiLevel 5.7338 並不是VBM 你VBM稍微高一點 這跟你的SIGMA會有關 如果你SIGMA取很小的話 它會非常靠近VBM 分區很大的話 可能會比較遠離VBM 但無論如何 它一定不會小於VBM 小於VBM的話 那是 表示你的系統 不是INSUREC 是METAL 或是一些很特殊的性質發生 這些都是你可以用來確定 你計算是否正確的一些參考 OK 這是band structure的部分 這層次都是free will 你們想拿走 就是拿去用 DanceState的部分 一樣這裡 DanceState 欸 出問題 你可以看到說 很多檔案是0 所以它一定有問題出現 OK 所以我剛才忘了把康卡變成Post卡 然後把清掉 然後把清掉 再把 ToneCard跟ChargeCard 剛才按太快 沒有把這個 好 重算一下 那應該很快 也是在一分鐘內吧 大概4秒 4到5秒 一個loop 透過Hell這個指令 可以讓你等待的過程 太無聊 可以看它 一直跳動 它跳到任務的時候 結束了 很好 28秒 算完了 然後清掉好data 把需要的東西 copy過去 在這裡需要的就是 Pro卡跟 Pro卡 準備好這兩個檔案呢 可以做 一樣 這個是 這個就 這個就不是ShieldScreen 它是單純的用Fortune寫的 直接 執行 當然 但 如果你是要 用 使用Fortune的檔案 你記得要編輯 iFort -o Dosca 然後 做這個編輯的動作 它才可以使用 iFort 就是Intel compiler Dash-o 就是你輸出檔案 要叫什麼名字 後面是你的來源檔案 但 這個 這一塊跟後面這一塊 這兩個位置可以互換 沒關係 但記得Dash-o的後面就是 它輸出的檔案 其他的位置是你的來源檔案 所以這樣的編輯之後 它就可以 變成 可以使用的 Binary File 執行 就會 它一樣 這個動作它會先 D-Level 沒有什麼意義 它只是秀出來給你看 這裡 你要注意的是 Smelling 我們剛才講到 在做Dance Steel 的時候 Dance Steel Dance Steel 你看這是 State的累加 然後最後再做 Dance Steel 是透過Gaussian Function 這個是用Pro卡 去處理的話 必須要做 必須要手動去做 一個Gaussian Function的處理 如果你今天是直接拿 VASP的DOS卡 VASP會產生DOS卡 就可以直接畫它Dance Steel 因為VASP會幫你做 這一部分的處理 這只是插在 你處理還是它處理而已 所以如果你用Pro卡 你就要自己處理 也就是透過 我剛才那個程式去做 Gaussian Smirroring Gaussian Smirroring 裡面這個Function 有一個Sigma 在這裡 有一個Sigma 在這裡 Sigma就是展寬 如果你Sigma 給的越小 它的那個 能 那個 寬度 Pick的寬度 就越小 所以得到的State 會更Sharp 所以得到的State 會更Sharp 那如果你給的 Smirroring越大 你的 Peak的寬度 會越大 得到的Dance Steel 就會越寬 實際上講的是 同樣一個東西 只是在 在 在圖的呈現 跟你的 在說明的時候 會有不同的 感覺 OK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Smirroring 這個就是Sigma Gaussian Function的Sigma 那要給多少呢 OK 回到 VASP 如果你今天是要用 VASP產生的DOSCA的話 你一樣會有一個 類似的參數 叫做 就是剛才講的Sigma Sigma Sigma我剛才講的 越小越好 實際上你也不能取太小 這個Sigma 就會影響到 Gaussian Smirroring 就會影響到 你VASP 在做 State 在產生DOSCA的時候 這個Sigma 所以這是兩件事情 透過ProCard去做的話 這個Sigma 通常 建議值可能是在0.02到0.05 是一個 合理的範圍 沒有說哪個範圍 沒有說哪個值 是比較好的 理論上是越小越好 可是 如果你給很小的話 你的圖會變得很恐怖 兩邊都試試看 你如果一開始給很大 0.1好了 那 他會說 有多少原子 就是 這個Dense of State 還是像剛才強調的 ProCard的好處是 你可以把 不同的軌域跟不同原子 都給他分出來 你在分析上的時候 可以看到更多的資訊 所以在這裡會說 你如果要做 某些原子的累加 你可以在這裡去做 可是實際上 我們在這個Case 是不需要的 所以 可以隨便給數字 記得是隨便給數字 不能不給 但是要隨便給 好 最後 他就列出一件事 有什麼意思 要看的是 他輸出檔 你看他輸出檔有很多個 因為我這個Silicon 其實做了 Spin Polarization計算 所以他會有 Spin Up跟Spin Down 這兩種 結果 你可以看到所有檔案都會有 那在這裡又分了兩大區間 是 Caussian Dose的Total 跟 Caussian Dose的Partial Partial的部分 就是剛才給的那個 要看哪些 原子的貢獻 你根據 這裡的調整 你可以有不同的Partial 但在這個Case 你不在意這個Partial 你只要在意的是 Total的部分 Total可以分到 Up跟Down 那A是代表 O Spd Down S軌一P軌一B軌一 有這麼多的檔案 裡面要畫的其實就是 Total Up或Down 沒關係 我們就畫一個 那在這邊 這裡我就沒有寫 自動產生 沒有為什麼 只是沒有寫 這個就是Sigma等於 0.1 Density of State 好 那我們可以試試看 如果用0.01呢 這是0.01的結果 可以強烈的感覺到 這是0.1的結果 這是0.01的結果 實際上他們得到的資訊是一樣的 能量範圍 你剛剛是在-12 是多少 -12 -12左右 然後到-14 Gap 所以整體來看 其實根本分辨 就是這兩個得到的結果 是一樣的 這裡有一個很高的peak 這裡也有一個很高的peak 可是你要看到0.01的話 每一個peak會變得非常非常sharp 在大範圍的去看實力 可是如果在小範圍就有差了 比如說我今天把能量的範圍 拉到兩個eV到兩個eV 負荷到正2 到正2 這裡一樣拉到負荷到正2 你可以看到這裡的訊息就會相對清楚 你可以知道 這裡的peak 像這個地方是在-一點多的地方 有稍微多一點的stay 但這裡還是可以看到 如果你的smelling在調的更寬的話 你這裡可能就變成一個破 就看不到的東西 但如果你的sigma在更小的話 你的peak會更sharp 會 好壞 有人喜歡很sharp 有人喜歡不要sharp 可是 結果是一樣的 這裡有一個決定性的差別 是在這個gap上的決定 因為剛才講的 如果你這個sigma是高10.0 function 去做展寬 你的寬度 你的peak的寬度 當你sigma越大的時候 你的寬度會越大 你的寬度可能會在這個地方 它這裡有stay 不要有stay 這個因為有一個展寬 它會延伸出去 也就會造成說 如果你在這裡去看你的density of state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一點點stay 跑出來 因為你的sigma太大 它會 propagate出去 它會 propagate出去 在rkw state也會 propagate出去 會造成你band gap的誤判 所以 當你用sigma很小的時候 你這邊都會很sharp 一根一根的東西 你就不會 比較不會誤判你的band gap 在sigma大小的影響 所以根據條件不同 想要呈現的方式不同 你可能會需要不同的sigma 去做微調 這就變成回到這裡 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做的density of state 也是透過vasp去做的話 也就是你每條一次sigma 你vasp必須要重新算一次 然後產生一個postcard 你會變得很麻煩 你可能 當然你一開始如果 鐵了心 就是我今天sigma就是要0.2 我也不管 不管結果如何 我就是要0.2 或者說我就是要一個很小的0.01 那當然沒有這個問題 可是如果你今天想要 在美觀上 或是在 圖像呈現的方便度上的話 你必須要 做不同的sigma的時候 你直接畫dos卡 手續會比較多一點 做pro卡會變一些 所以這個是在 不同方法上的 法術跟壞處 一樣這個檔案之後 也是會share給大家 如果大家需要使用的話 直接拿去用 最後 然後 就是這樣 Dance Structure跟內神 要做的過程 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哪邊太快 聽不懂 對 一切開始都從 結構融化 對 不管做什麼計算 結果融化完之後 就會得到那個 charge card 不好意思 我在對那個女士光 她是 她是那個 大學生 然後 卷格 又是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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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有一個 鐵實性才能是 然後她想要算一下 她的分析差距 如果是鐵實性的話 就要注意 第一個 你算出來 你必須要先 確定你的 spin 是正確的 可能是一個 看你鐵實含量 是有哪些 比如說如果你鐵很多的話 當然你的 磁性會很高 所以你算出來的 spin 應該是要是 highspin 如果是像 咕咕這種比較弱的話 你spin可能會比較少一點 所以 在做完結構優化 結束後 你還要去檢查你的spin 你必須要非常 肯定你的spin 是正確的 後面的計算才會是正確 其實材料比較麻煩 對 我沒有想說 不好意思 再跟大家說 你沒有到 開設了 就是 因為它那個系統 都蠻複雜的 這個系統 原始度大概是